減燃火炬的仪式开始了 一名男运动员包举着火炬 从体育场的东北门跑进体育场 第九届亚洲运动会的火炬是今天上午 在第一届亚运会減燃火炬的地方 新德里华家体育团由进度总理 允吉拉甘迪夫人用太阳光解散的 一名男运动员和一名女运动员 并肩高举着亚运会的火种 运动员米尔卡信赫和格曼尔系德三股 他们到达体育场南边以后 将要把火种交给另外两名运动员 阿尔比尔辛泽和戴安纳西蒙斯 阿尔比尔辛泽和戴安纳西蒙斯 已经把火炬接过来了 他们将亲手减燃 体育场上的巨型火炬 644appropriے Ű 제 chega 该让火炬 再次积聚 еще 它的冬特尺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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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